世界门新闻网mnewstv.com 中共官方媒体就对外正式证实了吴小辉上诉的消息 事实上吴小辉被宣判之后数天 极有消息指出他肯定会提出上诉 当时有中国财经界记者还有分析说 吴小辉的上诉应该只会针对 集资诈骗职务侵占两项中的前一项 有内地的知名律师具体分析说 根据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欺骗手段非法集资的行为 是指在集资的主体资质合同等重要的方面 缺乏法律根据或者完全虚假的集资行为 是否应该将所有的美规违法都视作 非法集资的非法 这正是吴小辉案的法律盲点 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中指出 吴小辉的行为属于非法集资 保险法明文规定 保险公司应当在保监会批复的范围内经营 而吴小辉指令安邦财险超出保监会批复的规模销售 投资性保险产品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 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属于非法集资行为 不过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构成了非法性 公开性 利用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定 就应该认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而非法性是指非法集资解释的第一条低款 那就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或者借用合法精英的形式吸收资金 而对于此条款非法集资解释的第二条 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那就是其中与保险行业相关的 其规定为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 以假冒保险公司 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基金的 有内地律师强烈认为 非法集资解释对于保险行业 所涉嫌的非法集资行为 主要是指的假冒保险公司 未到保险单据 针对的是没有合法保险业资质 却以保险为名吸收存款的行为 但是这和吴小辉案中所涉及的超募 在性质上依然有本质的差别 超募是指具有资质的合法的机构 在稀署过程中违规操作 此种情况在金融活动中并不罕见 很多的信托公司 保险公司银行 都存在着违规销售资管产品的问题 如对客户有保本承诺 超募等等 这些行为一般都只会被相关部门进行行业规制 因为这些行政违规问题 与假冒金融机构 伪造金融单据等行为 有着本质的不同 综上所论 对吴小辉被控制一名在网上发文的质疑的 一位内地律师说 因为本案辩护人提出 吴小辉案中涉嫌的行为 更像是一种违规集资 而不是非法集资 如果把超募行为定性为非法集资 是否会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模糊化 是否有违刑法欠意性原理 毫无疑问 吴小辉的律师在刑审过程中 也是就吴小辉被指控的非法集资内容 事实上是违规集资 而法庭方面没有采纳辩方的意见 将吴小辉的非法集资罪 判处了单项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15年 与第二项控罪职务轻占的10年判罪 两项并罚合并执行为18年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 判决宣告以前一个人犯数罪的 除了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 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 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 我们过去在三年前 习近平即已经把无驸马罪名的死刑 废除了一文中 奔弃了吴小辉 不但是犯罪金额巨大 而且还是犯罪性质恶劣 被检方的污点证人证明 警方开始调查安邦集团之后 指令众多高管和关键岗位员工 外逃或者休假逃避调查 更换了电脑手机 删除了方方审批系统 清理电子邮件及销毁数据资料 工作记录等方式 对抗调查隐瞒掩盖犯罪事实等等 再加上庭审过程的开始 不但没有认罪毁罪表现 甚至还以不动法律为借口 为自己的重大犯罪行为开脱 这一切都决定了法院 不是没有必要对他进行一把严惩的可能 不过我们当时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只注意到了吴小辉 居然在法庭上说出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荒唐诡辩词 而且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都提出了意义 但是却忽略了吴小辉 在法庭上的所谓的态度转变 按照新浪财经的说法 在最后陈述阶段 被告人吴小辉当庭落泪 表示深刻反省 认罪悔罪 感谢司法机关的帮助教育和挽救 请求从情处罚 这也许就是吴小辉最终被判了两个有期徒刑 合并执行18年 没有将他判处无期徒刑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也已经对照分析过 吴小辉被宣判的前两天 中共天津市法院刚刚宣判了孙政才的无期徒刑 新华社的报道中说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18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案 一审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孙政才以受贿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正的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孙政才受贿所有财产及资系 欲与嘴角 孙政才在宣判后当情表示 自己真诚的认罪悔罪 接受法院的判决不上诉 加认真接受改造 相比之下 新华社关于吴小辉案判决的报道中 特别提及了 被告人亲属和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代表 五十余人旁听了宣判 但是回避了 案犯吴小辉是否扶判 是否上诉 更没有认罪悔罪一说 再往前比较 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另计划 无论是苏隆还是郭伯行 新华社的报道中都强调了 他们都是当情认罪悔罪 不判并不上诉 再往前的新华社 对薄熙来的一审判决报道 也是和对如今的 吴小辉的一审判决报道一样 只字不提是否上诉 和是否扶判 而当年的薄熙来一审判决之后 35天新华社播发了 对薄熙来二审 国会上诉维持原判的消息 相比较之下 我们相信 吴小辉被一审宣判的那一天 除了不情愿 在道庭旁听的 被告人亲属面前表现失节 同时也已经和薄熙来一样 明知二审会是维持原判 也还是要不欺一搏 我们知道 上海法院宣布的 对吴小辉以集资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没收财产人民币95亿元 以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没收财产人民币10亿元 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8年 并没收财产人民币 总共105亿元 违法所得及其资稀 予以追缴之后 中国大陆律师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吴小辉很可能会 针对第一项罪上诉 以超募施违规 而不是违法 为由要去改判 出乎预料的是 吴小辉居然提出的是 无罪抗辩 这意味着 如果二审法院 接受了他吴小辉的上诉理由 那么轰动全世界的 吴小辉安邦非法集资诈骗案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了 因为吴小辉是 邓小辉生前最宠爱的 邓小辉家族第三代中的 老大邓卓瑞的丈夫 邓家现在唯一一个 第四代吴邓卓的生父 所以无人不相信 上海法院百分之百 其实是在奉旨办案 而吴小辉提出了 无罪抗辩的消息之后 数家境外媒体均以 挑战习近平 吴小辉变脸 无罪上诉为其转述 我们不久前 在本专栏发表的 习近平要求对吴小辉 特案特办从简从快一文 文中的最后一段内容是 吴小辉7年4月还高调发声 扬言起诉他婚姻有变的 媒体造谣 今天3月就被正式起诉了 办案速度不可谓不快 何以至此 按照内部人士的说法 是因为政法委秘书长 陈一新亲临上海都镇 传达了习近平的 特案特办从简从快的指示 这篇文章发出之后 有境外的媒体发表文章说 外界好像对高新文章中的 这一说法没有质疑 但是有评论员认为 习近平即使有批示 也应当是绝密 不可能被外界获知 而这一批示 可以看作是 全力干预司法的证据 中共发三年严打 以从重从快模式 将党的指示 凌驾于法律之上受到抨击 此后意志宣称 法律不受行政干预 大想根据准程 否定了特案之说 而从简从快 更是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 我们要回答的是 不但是明确宣称 党管司法的习近平时代 随时会有侵案出现 即使是在把中央政法委 一度降格为中央政法角组的 赵紫阳时代 也时常有法院方面 蹦指办案的情况发生 至于中共高层 也包括习近平 对于某个大案要案的具体批示 当然是不公开登报的 但是也并非绝密 因为这类的批示的具体内容 是要传达给被批示的单位 或者个人去传达贯彻 和具体执行的 而这个传达贯彻 和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的 执密范围 包括了检察院 法院 执行代表的公安 以及律师团队 更包括了中共 上海市委和市政府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判断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关于吴小辉的上诉决定 是他的代表律师 浙江京城律师事务所的 陈有希最先在社交网站上 发布了有关消息 相关报道都说 陈有希和曾经为前 重庆市委追及薄熙来 做辩护律师的李贵芳 将会担任吴的二审辩护人 这无疑是意味着 明知亲爱不可抗拒的吴小辉 铁了心要效法薄熙来一把 至于吴小辉是否会 因此而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将是我们下次节目的 主要内容之一 朝鲜首席核武谈判代表 精英者抵达纽约后 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举行会谈 不过韩国媒体观察到 似乎北京又试图介入 并对有可能形成的 美朝韩三方主导局面 显示出焦虑 朝鲜首席核武谈判代表 精英者在美国时间 5月30号抵达纽约的 联合国朝鲜办事处 美国务卿蓬佩奥晚间 与他共信晚餐 两人31号上午举行会谈 就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 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进行磋商 精英者这次访美将决定 川金会是否6月12号 会在新加坡举行 不过韩国东亚日报30道报道 精英者前一天在北京转机 去美国时 三次更换赴美行程 另举多位北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精英者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之后 与多位中方高层官员进行了接触 这些官员向精英者 转达了北京当局有关无可化蓝图的立场 此前金正恩在两次访问中国后 对美国显示出强烈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 川普因此宣布取消川金会 虽然之后会议起死回生 但仍充满不确定因素 北京为何此时见风插针 向精英者传达自己的无可化蓝图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中共去接触精英者 谈论有关无可化的这个立场 他其实还是想要恢复到 之前那个联朝抗美的那个局面 说白了 很可能跟上一次 就是差一点导致这个川金会流产 他的基点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在整个半岛 他还想维持这样一种局势 他不希望朝鲜真正的和美国实现和解 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说 他的唯一的战略 我觉得就是让北韩托 尽可能的不让朝鲜半岛实现无可化 也尽可能的不让朝鲜半岛实现统一 这是北京他通过自己的自私 对北韩进行操纵的一个原因 不久前还传出韩国总统 王赛尹也有可能前往新加坡约会 使川金会议变成川金代银的美朝韩三方会谈 韩联社31号引述青瓦台一名高官澄清 三方会谈举行与否 关键在于川金会 首尔当局会等美朝通知峰会举行的消息后 才开始筹备三方会谈 朝核问题有可能变成川金代银主导 中共党媒急忙发文声称我们不是跑龙套的 不可忽视中共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尽管此前中共外交部曾一再重申 朝鲜问题的核心是朝美矛盾 美国把朝鲜问题推给中国 是不负责任的甩包袱 唐靖元表示 一看朝美之间真的要实现和解 他马上他又说自己不是龙套 不是龙套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中共他想要在这个美朝谈判之中 甚至在整个半岛的和平进程中 他要扮演一个主角 中共要想当主角 他能够左右谁呢 他唯一能左右的就只有朝鲜 所以呢 也就是说中共他其实不过是想把朝鲜 作为一个博弈的筹码 田园博士表示 要跟金正恩直接会谈 就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目的 那么当然呢 中共就极不可耐地想返回以前的那个老套 就是所谓的四方会谈 或者六方会谈 事实历史都已经证明过了 这种四方会谈六方会谈 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效果 而只可能给北韩拖延越来越多的时间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这恰恰显示出中共的焦虑 唐靖元说 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川普 现在就在说了 说朝鲜如果说实现正常化以后 朝鲜的经济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 甚至跟韩国一样 那如果你想朝鲜 如果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话 他还会心甘情愿地 接受中共的摆布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说 那他是非常恐慌的 他就失去了给美国制造麻烦 制造障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由于充满变数 川金会到底能达到什么成果 还难以预测 美国中情局 五月较早时一份情报评估 认为朝鲜不会放弃核武 但可能会允许引入外资作为让步 包括在平壤开放汉堡店的特许经营权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而吴小辉指令安邦财险 超出保监会批付的规模销售 投资型保险产品下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 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属于非法集资行为 不过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构成了非法性 公开性 利用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定 就应该认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管的行为 而非法性是指非法集资解释的第一条低款 那就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而对于此条款 非法集资解释的第二条 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那就是其中与保险行业相关的 其规定为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 以假冒保险公司 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 非法吸收基金的 有内地律师强烈认为 非法集资解释对于保险行业 所涉嫌的非法集资行为 主要是指的假冒保险公司 未到保险单据 针对的是没有合法保险业资质 却以保险为名吸收存款的行为 但是这和吴小辉案中所涉及的超募 在性质上依然有本质的差别 超募是指具有资质的合法的机构 在悉数过程中违规操作 此种情况在金融活动中并不罕见 很多的信托公司 保险公司 银行 都存在着违规销售资管产品的问题 如对客户有保本承诺 超募等等 这些行为一般都只会被相关部门 进行行业规制 因为这些行政违规问题 与假冒金融机构 伪造金融单据等行为 有着本质的不同 综上所论 对吴小辉被控制一名 在网上发文的质疑的 一位内地律师说 因为本案辩护人提出 吴小辉案中涉嫌的行为 更像是一种违规集资 分析了吴小辉 不但是犯罪金额巨大 而且还是犯罪性质恶劣 被检方的污点证人证明 警方开始调查安邦西团之后 指令众多高管和关键岗位员工 外逃或者休假逃避调查 更换了电脑手机 删除了方邦审批系统 清理电子邮件及销毁数据资料 工作记录等方式 对抗调查 隐瞒掩盖犯罪事实等等 再加上庭审过程的开始 不但没有认罪悔罪表现 甚至还以不通法律为借口 为自己的重大犯罪行为开脱 这一切都决定了法院 不是没有必要对他进行依法严惩的可能 不过我们当时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只注意到了吴小晖 居然在法庭上说出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荒唐诡辩词 而且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 都提出了意义 但是却忽略了吴小晖 在法庭上的所谓的态度转变 按照新浪财经的说法 在最后陈述阶段 被告人吴小晖当时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共官方媒体就对外正式 证实了吴小晖上诉的消息 事实上吴小晖被宣判之后 数天极有消息指出 他肯定会提出上诉 当时有中国财经界记者还有分析说 吴小晖的上诉应该只会 针对集资诈骗职务侵占 两项中的前一项 有内地的知名律师具体分析说 根据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欺骗手段非法集资的行为 是指在集资的主体资质合同等 重要的方面缺乏法律根据 或者完全虚假的集资行为 是否应该将所有的美规违法 都视作非法集资的非法 这正是吴小晖案的法律盲点 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中指出 吴小晖的行为属于非法集资 保险法明文规定 保险公司应当在保监会 批复的贩面内经营 而不是非法集资 如果把超募行为定性为非法集资 是否会将行政违法 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模糊化 是否有为刑法欠意性原理 毫无疑问 吴小晖的律师在庭审过程中 也是就吴小晖被指控的 非法集资内容 事实上是违规集资 而法庭方面 没有采纳辩方的意见 将吴小晖的非法集资罪 判处了单项有期徒刑的 最高年限15年 与第二项控罪 职务侵占的10年判罪 两项并罚合并执行为18年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 判决宣告以前 一个人办数罪的 除了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 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 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酌刑决定执行的刑期 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 我们过去在三年前 习近平即已经把 无驸马罪名的死刑 废除了一文中分析